李秋梅在癱瘓了之后,学画画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现在就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了 在1997年,在这么多姐妹和姐夫的悉心安排之下 我去到中途之家,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重建 社会的适应和职能训练的课程 我在那里,我看到很多跟我自己一样行动不变的相友 他们在不同程度的相残之下 仍很努力地用另一种方法,令自己重新站起 就在这个时候,我才能真正面对我受伤后的我自己 在中途之间,我有机会认识了口足画家和福财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用嘴巴画画能画得这么好 我当时内心真的受到很大的震撼和感动 回到家后,用筷子绑着一支笔 我又尝试咬着一支笔来画画了 虽然当时令到我喉咙又痕 口水一直不停流,令到我很不习惯 但是,总算我是走出第一步 虽然一开始只能画出来比小学生还更差的画 但是,一想到我自己,还能透过那支画筆做一些东西 而不是经常躺在这里,等一出一落 我就多了一份成就感 令我自己更加能够自信地活下去 其实,学画是一件很费事费力的过程 不仅我自己努力 还要靠家人和朋友的协助 林俊卿先生鼓励家人支持我学画画 他一句说话 他说画画可以培养的兴趣 以后说不定还可以用来赚钱 他说服了我家人 让我在学画画的过程 得到很多很多的助力 学画画初期,很难找到好的老师 最后找到愿意教我的画画老师了 但是,他因为不是很多时间 只能够我跟着幼稚园的小朋友一起去学画画 之后,我试试去图书馆 借书回家自己去学习 而图书馆的管理员 因为帮我找书,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有时也会打电话跟童先生请教 童先生也很热心地 寄赠一些配画的用具和材料给我 时时都鼓励我努力画画 还有真相 岑各身 还有真相 岑身各小的苏振福老师 时时都会利用假日来指导我 或者借一些画画的教学录影带给我 看着学习 而当游谷小姐 在游谷上班的C小姐 因为我时时去那里寄设计 去口足协会 认识了她 她很热心 主动开口来帮我 她说 如果有什么在这里买不到的 她会去市区买了 带回来给我 水彩画画了三四年之后 我开始尝试用油彩画画 虽然我姐夫她经营木材行很忙 但是她在白忙之中 都帮我做一些画架 钉一些画布 让我学画画 还有陆妹时时都在高速公路上 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给我 当作画画的题材 她为了让我学多些画多些 她更加时时都在高速公路上 飞来飞去 她只要能够做的 她都能够尽心尽力为我做 只是没有带我去画 大家对我太多的性情和后爱 有时令我很过意不去 妹妹就说 你只要画好画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亦因为这句话 让我每次拿起画笔的时候 想起大家对我的帮忙和照顾 我就更加有精力去完成我的作品 记得有一次 为了画风景画 我外出写生 清晨五六点 我就向阿里山的方向那里去了 我尝试 画在曝光中闪闪发亮的布袋蓝铁 跟着时光的流逝 来往的人群越来越多了 他们很好奇地在旁边围观我画画 就算我不懂的人 他们大家都很称赞我 鼓励我 在一个完全陌生 到克服这么多困难 我每日不断地画画 我期间受到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 在一路的摸索当中 认识了很多资深的画家 他们的努力精神和成果 都是我学习的模样 其中 刘正龙先生 还很热心地指导我 他强调素描的重要性 和如何令一幅画看上来 更加丰富更加精彩 平时只要我有少少的心得 或者学多一样的技巧 就会令我增加多一份的自信 因为有了方向和目标 让我觉得人生的路 虽然坎可 但它更加有意思 我仁残,心不残 我我绝对比那些 仁不残,心残的人 他的人生好上计百倍 在2002年的三月 当章小姐告诉我 我已经通过审查入会的时候 我开心到忘记自己是行动不方便,我差点在轮椅上跳起来。 这种快乐,我恨不得立即和我的家人分享。 因为这么多人在背后支持我和鼓励我,一直为我付出, 我才能够在黑暗中走出来,找到我自己的色彩。 我真的很感谢口足协会里对我的肯定, 不但令我更有自信地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而令我能在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在画画上寻求发展。 而我在朋友借回来的韭菜篮这个盆栽而来画成的画, 不但入选中正纪念堂和自由时报联合举办的口足画展、参展的作品, 同时亦被私人收藏。 这对于我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 尽管我仍是时时要注意我身体的状况, 我拖着残破的身躯,要我家人照顾。 尽管我画画的技术仍是不成熟, 只是有待再加强。 尽管家中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 但是,我仍有面对挑战的勇气。 因为我摒持着自作、人作、天作的信念。 只要我对自己抱着希望,我一直努力地走下去, 我相信一切的困难, 终会有一天流暗花明的一天。 曾经听过一句这样的话, 能够在画布前面画画的人,是最幸福的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最幸福的人。 但是,因为透过画画,令我重拾人生, 更加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很快乐,真的。 我也希望能够将你的快乐,透过画画, 传到大家的面前。 不管你是认识我,或者是不认识我的人。 李秋梅在意外之后变成残障,不能够移动。 但是,因为他有其他的家人鼓励他,支持他。 他走出他生命的幼谷,走出他生命的第二春, 成为一个厚足的画家。 这个激励的个案,希望我们正常身体的人, 能够以他为榮,不要埋怨我们的不幸。 而身体有沉障的朋友,也以他为一个榜样, 去学习如何走出你的生命幼谷, 踏出你生命的第二春。